一个关于颜色的思考,一个颜色想给它画暗部,直觉会告诉你下面的颜色更深,于是明度降低得到了一号色,但直觉会让你忽视掉,其实右边的颜色同样也可以加深,不信你就创建一个饱和度涂层,填充灰色,你会发现两个颜色在素描关系上是同样的调子,分别用一号色和二号色画暗部来看一下效果。 素描关系两个都是一致的,一号色的感受,虽然它看着柔和,但是暗部太显脏,二号色正好相反,虽然它干净了,但是看着太艳了,所以取其长,补其短,明度别像一号色那么低,饱和度别像二号色那么高,于是就得到了一个更显干净,更显柔和的三号色。 检查一下素描关系,这三个调子都是一致的,这也就是为什么我选暗部颜色时会往右下方向走的原因,希望大家画画的时候不要死记硬背,更多的去思考一下背后的原理。